Hello,大家好,我是晴晴 如果你正在想申請一間無限公司 看這影片就對了 因為在影片中我會跟你說 如何申請 申請後你日常有什麼需要做 而且還有一些溫馨提示給你 在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之後有關任何創業的資訊 你都會打時間找到 好,在開始之前用你少少時間 首先想確認一下 你是否真的想申請無限公司 還是有限公司 如果你有少少1%的猶豫 你也可以看看我之前的影片 那裡講了關於有限公司和無限公司的分別 希望可以幫到你做到一個最後的決定 好了,我們首先講一下 究竟要怎樣才可以申請到一間無限公司 其實你看回政府的網站 它有3種申請方法 第一個就是你親自去到稅務局申請 即是彎仔那座很大的座 它在2022年6月已經說了 現在需要去網上登記 拿一個職日籌才可以去那裡申請 所以申請的時間比起以前也反覆了少少 那關於怎樣拿職日籌呢 你可以在下面有個連結給你看 那這裡寫第二個方法就是郵寄 你看到好像很輕鬆 但其實這個是最不介意做的方法 因為你寄了過去之後 可能你會等兩至三個星期 你還未有回覆 到時你真的收到回覆 可能只是告訴你 你哪個文記簿了 那你要再郵寄一次 其實是最麻煩的 第三個方法就是 你直接在政府的網上申請 這個方法其實相對來說是容易的 但你也必須首先要有一個手機裡面 一個方法可以認證到你本人 例如是 自方便加的apps 如果你現在沒有的 你需要登記 其實你也需要親身去到郵局的地方申請 總括就是這三個方法 關於它的費用 以前是2250元 但由2022年6月開始 政府已經有一個減免 現在是150元 你沒聽錯是150元 一年 當然剛才那三個方法 如果你也覺得有些麻煩 又要特地去 或是上班有請教育性 其實你也可以找我們 連絡方法就在下面info box找到 你聽完之後 關於如何申請和多少錢 你也應該很清楚 接著我們就說一下 當你申請的時候 其實你有一份方法要填 裡面除了你要填你的公司名字 你也要填你的公司地址 所以很多人都會問 我既然是個人的無限公司 我可不可以用家的地址 因為我主要是做網上生意 接合工作 答案就是沒有問題 政府會出到一張商業登記給你的 即是BR 但是你要想清楚 這張BR是公開的 即是說 如果任何來的客人 或是跟你合作的公司 有什麼不滿的話 他直接找到你間公司的地址 他就會來你家找你了 所以我個人建議 為了避免發生這些非常尷尬 或者是很麻煩的事 千萬不要用自己家地址去註冊 坊間有很多公司都有提供 租借地址的服務 包括我們都有做 這一層其實你也不需要擔心 填那張法案應該沒問題 很快就會收到政府給你的一張 無限公司的BR 好 收到之後 你下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有很多人就躺在那裡 我申請完BR後開了公司 沒問題了 沒什麼需要做了 但是記住 你要申請銀行戶後 這件事才叫做完整 可能你心裡有想 為什麼不可以用自己的銀行戶口呢 就是我現在用的那些 這個也是 其實稅局的政府不會多理這些東西 但是香港的銀行 就不容許這件事發生 就是說你現在個人的戶口 寫著你自己的名字的戶口 它只是給你用作你個人生活上的開支 或者是有公司出糧給你而已 但是絕對不可以用作商業的用途 我之前就已經拍了一條影片 關於銀行戶口那裡 裡面也有一些例子 有些人的個人銀行戶口會被禁止 即是凍結了 如果你有興趣了解 知道多一點 就去點這條影片 總括來說 現在香港金融管理局 對於洗黑錢這方面 是捉得非常嚴謹的 甚至你也會見過 之前銀行政府罰了幾千萬的例子 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做了生意 賣賣一下東西 突然之間銀行戶口被人凍結了 然後你的錢又很難拿出來的話 我就建議你去申請公司銀行戶口 至於怎樣申請呢 快點去看這條影片 那你家無限公司也差不多了 有將BR可以開始做生意 還有銀行戶可以開始收錢 那你就會問 那我下部應該做什麼 我還有什麼需要做的 這個問題我問得非常好 其實為什麼你要申請BR 即是你要通知政府你做生意 那為什麼政府要知道 因為它要收你稅 那我們現在就說一下稅務的問題 其實無限公司 即是你不需要去找accounter 找auditor 幫你做一個annual report 這方面政府沒有這個要求 但不代表政府不需要你報稅 就算你不賺錢 他也要知道你是不賺錢 你也要報上去給他 所以日常的bookkeeping 即是你要保持好你的帳簿 是非常之重要的 簡單來說就是 你在哪一天賺了多少錢 而這筆錢是哪一家公司給你的 或者是哪一個人給你的 然後你在哪一天你又花了什麼錢 買了什麼器材 買了一部電腦 大概是怎樣的 那張單在哪 這些都要保持住 最好就拿一個excel進去 但你聽到可能一頭煙 我自己也是過來人 是非常明白你的苦方 你不單要處理公司的事務 還要搞這些瑣碎的文件 應該都很頭癢 所以不用怕 如果你幫我們 去幫你開無限公司 兼且再幫你開銀行戶口的話 當然如果你需要租借我們的地址 也是可以的 我們就會送你一個 已經整好的excel 那你照樣把東西打進去 選擇選項 是什麼收入 全部已經準備好了 那全部就很輕鬆搞定了 對 拍了這麼多 沒理由找到廣告 那如果你有做到剛才的幾件事 代表你的公司已經很正常地運作 無論賺不賺錢 起碼你已經在開始努力 大概過了一年的時間 那你就要計算了 因為政府需要知道你的經營情況 那你就會問 咦?我怎樣報稅的? 這裡也要提提你 其實無限公司的報稅 是跟你個人的報稅表寫在一起的 即是你每年四月左右 會開始收到那張報稅表 那裡就要報你無限公司的稅 記住記住 它是不會另外寄一張報稅表 給你叫你專門報這個無限公司 它會在你個人綠色的報稅表裡面 填你無限公司的稅 關於稅務這件事 我會再拍一條影片 仔細教大家怎樣去報稅 如果你不會填那份表 你都一定要看那條影片 那這裡我就簡單說一下 它是甚麼一回事 讓你有一點概念 那你在一張報稅表裡面 你以前應該都填過了 你有你個人的身份稅那一格 那另外就是 你可能以前沒有留意到的 但你現在可以看到 就是一間無限公司的報稅 那你收到那張報稅表的時候 它就會有A 你平時的身份稅 即是你上班打工的時候 你填的你的收入 B就是無限公司的收入 那A和B 如果兩邊都是正數 即兩邊都有賺錢 恭喜你 那兩邊的稅就是分別這樣加 然後加上 A那邊你的身房稅的稅率就是這樣 那B那邊的無限公司的稅率就是這個 頭200萬就是7.5% 然後那些就是15% 那如果你說我的無限公司 現在還在虧錢 那稅率又怎樣算呢 那你無限公司還是選擇 用個人入息貨稅去減輕你的稅務負擔 你看看這個例子 我很快地講一講 如果你不明白 就按它 專門講稅務那條影片去研究一下 這個例子 它打工賺40萬一年 然後它的個人業務 即是它的無限公司就虧錢 虧了10萬元 那你這樣 combine之後 那就是你有30萬的入息總額 然後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機部免稅額 就是132,000元 那你再減完之後 它就只剩下168,000元 只剩下168,000元 要交稅 由於我們選擇了用個人入息去貨稅 所以這裡計完 11,520元的稅 再減它 所以上年政府有給大家1萬元的稅務寬減 最後它需要交的稅是1520元 那聽人一旦如果你不明白的話 不要緊 即是如果你有無限公司 而你又是虧錢的話 用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付少些稅 而剛剛那個KZN 總共是付少了16,040元的稅 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我剛才所說的 所有的資訊 應該都很夠用的了 那當然到最後 我都給你們一些溫馨提示 那我自己也搜尋過了 通常無限公司的老闆 最常做漏了些什麼 而有被證明告到的 那大家你們要留意 第一 最常做漏的就是BR 即是商業登記證 過了期 自己不知 而政府罰你錢 其實罰錢 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你錢可以解決的 但是最麻煩 是你有機會被人提堂 即是被人不想停 這張圖給你看 這是法院 政府公佈的 我隨便選了一天 大家看看 都已經有這麼多公司 這麼多老闆被人提堂 就這樣看 其實他隨便一天都有 公司被人提堂 其實明白的 很多人都是說不記得的 或者收不到證據 叫你交錢 不要緊要不要緊 找我們申請 我就會定時提醒你了 第二 就是提提你的 很多時候 無限公司是漏了報稅的 其實很多很多的老闆 是不知道原來 無限公司報稅 是跟你那張個人報稅表 是一齊的 政府不會另外寄給你的 又或者他是不會報 大家看看這張圖 都會有些公司 給政府去提堂 第三 都很常見的 就是沒有申請到公司的銀行帳 就用了自己個人的帳 到最後自己的帳 就被凍結了 第四 就是當你這間公司 已經沒有經營 你都忘記了去取消一張BR 其實政府是有說的 你需要在你結束的業務 一個月內 要通知政府 但其實你自己申請完BR 你都要注意一下 你的生意 你的業務 是不是需要另外申請牌照 大大小小不同的類型 其實都有很多牌照 如果你不清楚 都可以諮詢一下我們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起了 很多人都有問過我 如果我現在申請無限公司 我將來可否用這間無限公司 轉了一間有限公司 答案是不可以的 因為無限公司和有限公司 完全是兩個系統 它們之間是獨立存在 任何可以轉來轉去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需要轉 有限公司 你就重新開一間有限公司 然後再接觸你之前的無限公司 對啦 操作就是這樣 好了 今天說無限公司 希望可以幫到你 我相信 如果你按照我剛才所說的 是絕對可以 令你順利地做到生意 好了 如果你自己還有什麼問題 想問 或者想了解多些 甚至關於我們的服務 就非常歡迎 你看下面的資訊欄 裡面 你會有方法聯絡到我們 還有我剛才所提到的 所有的影片 下面都有連結 你可以去找找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